男朋友过生日 我给他买了阿玛尼绿水鬼手表 他转手就挂咸鱼卖了 并对我室友说 宝贝 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那件裙子 过两天就到 第二天他拎了杯奶茶对我说 谢谢宝贝的礼物 奶茶 你那杯13 我被气笑了 我竞成活的ATM机 可是渣男并不知道 手表我买的A货 求求大家关注 小斗爱睡觉 小斗跟你们是真玩哦 给小斗一个赞会开心一整天哟 正文现在开始 江川家境贫困 但他自尊心很强 大学以来从不申请助学金 吃饭消费 我都主动伸出我的付款码 现在分手了 我身上的余额都多了起来 钱多的简直花不完 想干什么干什么 想买什么买什么 别提都快乐了 买手办 买汉服 买明星周边 再也没有人干涉 我说我乱花钱 想吃大餐吃大餐 想出去旅游出去旅游 再也没有人阴阳怪气的说我奢侈 但我没想到 刚出宿舍没多久 就碰到了江川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黑T 牛仔裤褪色褪得不能再褪 棚头购面 眼睛凹陷 销售落魄的 简直不像我记忆中的女人 他多骄傲的一个人啊 这是失去爱情 痛不欲生 静静 失去你我痛不欲生 我才发现心里刻满了你 我真的承受不住失去你的痛苦 我们复合好不好 江川一改以前娇惊的姿态 温柔脆弱的像只小狗 既然你送上门来 别怪我教你重新做人 好啊 我眨了眨眼 如果不是已经知道 他在闲鱼挂卖我所送的礼物 而所得来的钱养我的室友 恐怕我就得被他这炉火纯青的演技给骗了 江川一愣 又恢复以前娇惊自持的模样 我这模样让你见笑了 站在我家美女宝宝面前 真是自残心晦啊 不如我们出去逛街买身衣服 顺便再带我家宝宝 看个电影作为补偿 要是在之前 可能我就傻乎乎答应了 但现在我是绝不可能再做活的ATM机了 今天我不大想逛街爷 我不是给你买了很多衣服吗 就范思哲那套 你穿着就很帅 这里你寝室很近 快点回去换上吧 还有把胡子刮了 你知道的我不喜欢穷困潦倒的男孩子 很搞胃口 快去快去 我笑的一脸天真烂漫 江川脸色肉眼可见的黑了下去 江川没有回寝室换衣服 凭他三位数的生活费 要是没有我的接纪早就吃垃圾了 分手这两个月大约是把能卖的都卖了 他一路奉承着我往食堂走 迎面过来的是我的笑懂爸爸 为了维护江川的自尊 我从未对他说过我的家庭 他也一直以为我家也仅仅是小子 要在以前 我早就眼尖避开了 而现在 我一脸开心的迎上去 爸爸 毕竟你脑子瓦特了 这是笑懂 怎么可能是你爸爸 快点给笑懂道歉 江川吓得一把扯过我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斥 爸爸皱了皱眉 不喜的看了一眼江川 向我问道 午饭吃了吗 还没呢 我正好要出去吃饭 一起吧 好 我转过头无视江川的震惊 笑眯眯道 江川 我就不陪你去食堂了 我跟我老爸出去吃 他一改之前交进姿态 请你的拉着我的手哄道 宝宝 就不能带我一起嘛 我们在一起三年 都不告诉我你爸是笑懂 我生气了 我挑了挑眉 在老爸汗手下 带着江川去了校外 听静静说你在准备烤盐 怎么样 有把握吗 爸爸给我加了一筷子菜 撇过头看着江川问道 在准备A大的研究生 如果能考上 也是想给静静一个美好的未来 听说学校有保颜名额 要是有那机会就更好了 江川努力咽下口中的菜 说着寒情默默的看着我 文员我挑了挑眉 跟我口口声声说 要平等公正的人 也在暗示 想要一个保颜名额 原来只是哄着我要求男女平等 一旦能伸出手 就拿到自己拿不到的东西 那张胶筋的脸皮也不要了 江川这么努力 何愁考不上A大的研究生 爸爸 你别小看了他 说到底 我也是商业大卡李清风的女儿 我这么一说 我爸就懂了 这顿饭吃得不温不火 在江川不动声色的谄媚中结束 也调出了他的野心 有野心的人 稍微撒点鱼耳 就迫不及待上钩了 晚上我没有回宿舍 而是回到了 我在汤城医馆的房子 这套房子在大二的时候 就差人装修好了 本来打算做毕业礼物送给江川 如今也没有这个必要了 我记得这套房子 还是室友他爸装修的 我是名副其实的恋爱脑 当初闺蜜警告我说 给男人花钱倒霉一辈子 我说 我穷的也只剩下钱了 给江川花钱也是一种天使投资 最后 我给江川天使投资 江川给我室友天使投资 三年 我都说了 给男人花钱倒霉一辈子 江川这三年 有给你买过超过100块钱的东西吗 你三年来给他花的 没有30万也有20万吧 最后 人家把你当提款机冤大头 还拿你的钱在外面养三 李静啊 李静你就恋爱脑吧 既然已经看清了 你还和好干嘛 就你这脑子 还想着报复 我怕你最后 要被他啃得连渣都不剩 不行 就是我得管 被闺蜜这么一骂 我对江川的恨也上升到了极点 想要报复的心理也更加强烈 他现在知道 校董是我爸 被我百般讨好 讨好又怎样 我们要让他 把你给他花的钱全部吐出来 怎么吐 江川跟铁公鸡一样 一毛不拔 他不是给你室友花钱了吗 还不是以为你室友家住在汤城医馆 现在想哄着你出钱去养着那个 我有个发小 也是你们学校的 他也在备考A大了研究生 我让他装作是你的追求者 天天给你送奢侈品礼物 江川一集 不也得给你买礼物 到时候你就吊着他 说着挂了电话 说去给我搞定聊机 一个小时候 收到闺蜜微信 搞定 明天上午十点 我带你和我发小见一面 已定了A大咖啡馆位置 A大咖啡馆装修风格时尚典雅 一杯咖啡 顶着上校门口十杯奶茶价格 江川从来不带我来这里 一进门 就看见闺蜜向我招手 已经我闺蜜 路由陆氏集团路强 叔叔儿子 你的事 我已经跟路由说过了 他十分乐意帮忙 我还有事 你们先互相了解一下 我就先走了 我刚落座 闺蜜就拿起手机 急匆匆扬长而去 留下我俩面面相去 能做我的闺蜜 自然也不是什么平凡角色 但没有想到 他发小近是跟自家公司 对标的路氏集团 等我把视线 落在对面男生身上时 我惊了一下 这不是江川的死对头吗 每年各种比赛的时候 两人居高不下 争得你死我活的 虽然多数是江川获得第一 但他在A大的呼声却是最高 因为这男人 长得该死的帅 如果用他来气江川的话 这不是叠加爆伤害拉满 我拼命压下激动的情绪 开门见山问道 路由同学 我们要对付的是江川 你确定真的要帮我吗 路由灿然一笑 徐徐点头 李静同学 我确定 城市渣男何乱不为呢 我还可以小小的抱一下丝绸 路由不会被誉为A大笑草 笑起来可真好看 清冷的眉眼 精致的五官 一切清冷俊朗的词语 都可以用在他身上 纯红齿白 偏偏公子 简直就是言情小说男主本人 尤其他笑起来的那对酒窝 醉得想让人溺死在里面 前方一个熟悉的声音 打断了我的花痴 江川 你不是说已经和李静分手了吗 是我室友陆之月 没有想到江川竟舍得带他来这里 两杯咖啡 就抵得上他一周的生活费了 此刻他正站在沙发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江川 气呼呼要江川给他个交代 宝贝 你听我解释 他语气交集 我不听我不听 我要你现在马上立刻 跟李静那些贱人分手 月宝 你听我说 你才是我心中最爱 我和李静现在还不能分手 你知道吗 李静他爸是笑懂 等我拿到宝颜灵娥 就立马跟他分手 你听话乖哈 江川语气之温柔 情绪之耐心 是我这三年来都没有过的 三年来他对我巧言吝啬 忽冷忽热 任意索取 真心到头来 全部喂了狗 我眼睛一阵酸涩 虽然早知道事情真相 但咋一听到 还是忍不住落下泪来 李静你可真没出息 用手背抹去泪花 对面对过来一张纸巾 即使止损 是值得开心的事 垃圾不要也罢 不知道陆志月用了何种手段 竟然江川纵然知道我爸爸 是笑懂也要如此 难道这就是无间不摧的爱情 山无棱 天地和 乃敢与君爵 两人争吵已经演起西谷 江川又红 又保证让陆志月暂时放过了他 不就是一个保颜名额吗 我爸说了 等你一毕业 就去陆氏集团上班 直接做总经理 我知道咱爸是陆氏集团董事长 月宝 你爸有没有办法 让我直接保颜啊 川川 你也知道 我爸一直让我低调 不然我也不会过成这个样子 保颜估计不行 那边吵闹着 已经出了咖啡馆 而我这里死一样的安静 我不禁意咬牙切齿地问道 陆志月是你妹妹 陆友也是一片正愣 我爸妈就生了我一个 托听的墙角 让我和陆友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 报复计划必然要进行下去 陆友得弄清楚 陆志月是不是他私生子妹妹 我得让江川知道 骗钱骗感情的代价 出了咖啡厅 我就带着陆友 去了大牌奢侈品店 准备一些报复计划的装备 这家大牌奢侈品店 是我家开的 以前经常在这里 拿腰带手表等饰品 送给江川 可惜江川不识货 一直以为是便宜货 不仅没带过 还低价出售 我一进门 经理就立刻赢了上来 对我汗手喊小姐 并奉上了精致的茶点 给我身边这个帅哥 推荐些腰带手表等饰品 直接走我的账 让人家帮我这么的大忙 总不能太过小气 谁料陆友 竟直接递过去一张银行卡 再来几款女士包包 要最新款的刷我的卡 陆友 没事 怎么能让美女花钱 这店我开的 你喜欢什么都可以尽管拿 文言陆友挑了挑眉 收起银行卡 对我竖了个大拇指 随后 我们就畅谈起了 各自的商业版图 我承包了各大广场的 大牌奢侈品买手店 他开拓了各大广场的火锅店 我们又对各自的发展方向 进行了一番讨论 没有看出来 他一副清风济月的模样 竟和我一样 对商业很热衷 我们俩正在贵宾区等打包 就听到姜川的声音 这牌子没听过 应该很小众 价格不贵 我们进去看看 好家伙 竟然说我的店牌子小众 国际奢侈品牌 竟然被说小众 价格吓不死你 此刻姜川正站在一款 女士包包面前 瞪大眼睛死死盯着标价牌 脸色绿的像吃了屎一样 我靠 这么贵 姜川你真的要给陆志月 买这么贵的包 你别忘了李静他爸才是校董 你现在应该讨好的是李静 姜川他是有盯着标价牌 眼睛都直了 姜川伸出手摸了摸包包 一脸心疼 难道我不知道吗 但陆志月现在跟我闹别扭 他爸爸是陆氏集团董事长 等我娶了他 陆氏集团就是我的 李静他爸不过是个校董 看了眼路由 看见他正做口型说 陆氏集团是我的 我不禁笑出声 幼稚 那边又传来 姜川 这牌子 不是李静经常送你的那个吗 怎么会 姜川你发了呀 李静送你那么多 你都没有用过 还是全新的 你挂咸鱼九成卖出去 至少也是二十万 姜川并未答话 他室友一直追问 姜川 你卖了没有啊 你说啊 多少啊 他咬牙切齿 声音还带着一阵颤抖 两千 这牌子标价最低也是二万 你两千就卖出了 姜川脸都轻了 我以为是什么不知名的牌子 不值钱 我和陆游听着相视而笑 我想起来 姜川嫌于下面评论区 一手的夸卖家大器 卖家做慈善啊 此时我们的东西也打包好 我和陆游拎着各种精致的袋子 从姜川他们身边路过 这男美女 衣着考究 跟这两个穷酸土包子成鲜明对比 很难不引人注目 李静 你怎么在这里 姜川室友看见我们 姜川顺着他室友的视线看过来 目光落在陆游身上 瞳孔一阵缩紧 真是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陆游 静静 你怎么跟他在一起 我大脑飞速运转 想用什么借口搪塞过去 身边陆游清冷的声音响起 李静同学帮了我个大忙 所以我请他吃个饭 顺便买点礼物 文言 姜川脸色俱变 急切问道 是宝言吗 不是 姜川松了一口气 看着我皱眉说道 静静 你是我女朋友 怎么能随便跟别的男人吃饭 假如人家另有所图呢 是啊是啊 李静这就是你不对了 姜川对你这么好 宝言明额的事情你也不帮他 还跟别的男人吃饭 你这是胳膊肘朝外拐啊 你这样亲属不分的女孩子 要是我我早不要了 也就姜川容忍你 静静 小话说话重了点 但不是没有道理 你这样太让我失望了 你过来我身边 我送你回寝室 哎 姜川多好的男朋友啊 李静 我也是为你们好啊 说话重了点 别生气啊 静静 还不快过来 看着他们一唱一和 我都快气笑了 路由走上前 挡住姜川看我的灵力视线 别嘴一笑 满是嘲讽 你们也知道李静他爸是笑懂 我们社团找他帮了点忙 又委托我感谢他 又不是什么大事 你们这一唱一和的说的 好像李静同学 做了什么十二不设的措施一样 姜川同学 你确定你是李静同学男朋友吗 好像不怎么配啊 李静同学美心善 我也很想追求他呢 他挑了挑眉 清冷的眉眼炼焰声光 嘴角勾起浅浅的笑意 一瞬间竟有点谎眼 姜川脸色骤然俱变 看着我的目光都温和了许多 静静 刚刚我和小华说话重了点 对不起 我太在乎你了 怕你被某些人利用 那位同学 你还没有道歉呢 像你这样道歉 都要别人帮忙的人 谁能容忍你啊 路由轻描淡写的瞥了眼姜川 而后目光锐利指示小华 你 哼李静 对不起 小华不服 但被姜川目光逼得道歉 嗯 他们社团找我帮了点 不大不小的忙 又非得感谢我 现在我们也要回去了 姜川你们继续逛吧 实在是不想看见 这两个恶心东西 我和李静同学还有事 先走了 路由甩了甩一手的奢侈品袋子 在姜川他们错愕的目光中离开 他们眼神死死的盯着袋子 羡慕嫉妒恨 真有点迫不及待 想看到姜川被报复后 又知道了个嘴脸了呢 A大宝言名单确定如火如荼 就在这月底公布 姜川为这事 对我安前马后 他轻高娇筋的面皮 毕竟在我面前 他一向是一副高风亮节的模样 纵然是我掏出付款马 他依然昂首出铁骨铮铮的意味 直到路由开始追求我 他一下子慌了阵脚 A大宝言名额只有一个 路由也是竞争者之一 下个路上 姜川跟他室友和我 顺路往宿舍走去 静静 你知道我有多重视这个宝言名额 你是我女朋友 你不能胳膊肘朝外拐吧 我保上A大的言 也是为了咱们将来 李静 你老爸是笑懂 保言还不是他一句话的事情 室友A说的轻描淡写 李静 你爸是笑懂的事 瞒着姜川就算了 要是你这点小忙都不帮 那你真是配不上姜川对你的好 室友B一份填膺 是啊 你早说你爸是笑懂 姜川这三年至于这么辛苦吗 室友C继续附和 我在心里冷笑出声 真是华天下之大鸡 我爸是笑懂 关你们这些垃圾屁事 姜川和他室友都是一丘之合 三年来他能在我眼皮子底下 跟陆之月暗度陈仓 无不是他们做挡箭牌 女生宿舍门口就在前面 不到两三分钟就可分道扬镳 我油言不敬 莫不作声 愿由他们一唱一贺 显而易见 姜川脸上出现一丝韵色 他急了 脱口而出 李静 老实说你是不是喜欢陆游了 我问你保言名额你一直不开口 是不是打算给他了 马德 陆游那小子又送包又送衣服 我就说李静肯定会变心 你们还不信 女生都是实力言 李静 姜川这三年对你这么好 你就这样对待他 你要是把保言名额给陆游了 我们就去举报 静静 你真的喜欢上陆游了 你真的要把保言名额给他 他不就是有点钱 会讨女孩子开心 哪里比我好了 还不是靠爹 我们在一起三年 你真的要割舍下去跟他 我停下脚步 挑了挑眉 一言不发的看着姜川 陆游靠爹 你靠什么 你还不是靠女人 我以前眼睛是有多瞎 看上这么个玩意儿 川川 你是有这样说我 我忍了 你这样怀疑我 真是让我寒心了 这三年来 我有多爱你 你感受不到吗 路由送我的东西 我早就原封不动的还回去了 至于保言名额的事 我总得徐徐徒之 做得滴水不漏吧 你这样伤我的心 我现在不确定 为你做这些事 值不值得了 话音刚落 江川脸色一下子好了起来 然后看我好像很伤心 就一直甜言蜜语的保证 各种发毒事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毒事千万要应验啊 忍着恶心 终于到了宿舍门口 但门口人潮汹涌 有一场盛大的表白仪式 满地玫瑰花铺成的心形 俗气又浪漫 烧钱又费力 路由突破人群 捧着大树 玫瑰花迎了上来 清冷俊俏的脸 竟犯着一丝红韵 耳间几乎红透 毕竟同学 我喜欢你 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随便买了个包 说着把印着LV字样的盒子 放在我手上 我撇了撇嘴 随便 可真随便啊 大学生一个月生活费2000左右 你随便买个包两万 一上来就搞个大的 不得把姜穿下养尾 我眨眨眼 路由隔三差五 送礼物给我说追求我 已经搞个声势浩大了 没必要安排这场表白 啊啊 是路由 是路由爷 帅得惨绝人寰的笑草路由表白 挖着女生太幸福了吧 LV女包 路由又浪漫又有钱 要是我我就立马答应 那不是计算机二班的李靖吗 他有男朋友的 他男朋友就是他旁边 那个黑色T恤蓝色牛仔裤那个 有男朋友又怎样 他男朋友的样一看就很穷 跟路由根本不能比好吗 周边一阵轰动 没有想到路由在女生中 影响力这么大 他们简直就是我的嘴T 无不刺激着姜穿 我装作眼睛放光 惊喜激动 一副小女儿神态 看着路由 一脸羞涩 绿营还剧 此时姜穿应该更加感觉到危机了 果然 他一把扯过我的胳膊 拼着脸对路由道 他有男朋友 路由似笑非笑 挑衅到男朋友也可以换 静静拒绝他 让他死了这条心 我看着路由 那张笑一阴的脸 他的眼神温柔似水 仿佛一不留神 就要静泥其中 如果当众拒绝他 他会很没有面子吧 路由 我 我 许是看出了我的顾虑 路由的眼神更加温柔 他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 缓缓说 没事的 李静 我等你 等你心里彻底没有了他 我等你 我等你 这三个字 在我脑海疯狂炸裂 是我想的那样吗 表白大戏 在我不舍玩具之下结束 LV女包也在我千般不舍 万般不忍的神态下 还了回去 但我左右摇摆的绿茶行为 足以让江川心生警惕 果然 一回宿舍就收到江川微信 静静 跟我在一起三年 你受苦了 但我知道你不是那么物质的女孩 我爱你 你还爱我吗 我发了个白眼 三年每当我看别人男朋友 一亲大方的时候 何尝不撒娇闹过 但他一直拿着这句话来搪塑我 哼 物质 作为女朋友 想要个礼物就物质 他江川软饭 硬吃就不物质 这何尝不是另类破恶呢 我回到 川川 可我好想要那个LV包 你都从来没有送过人家包包 梁九 微信弹出他的消息 好 明天带我家宝宝去买 嗯啊 川川最好了 我秒回 随后 我打开路由的对话框 他的头像是一张旅游照 阳光帅气 我打了又删 删了又打 去了一条微信 今天你没有必要安排这场表白 很快 他回到 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最明目张胆的追求 无意不是一场盛大的表白 我 哈哈你想得挺周到的 路由 李静同学 如果我说我是真的在追求你 你接受我的表白吗 我看着手机 煞食脑袋一片空白 不等我回复 路由又发来 我不是江川 我不需要保言名额 我是真心实意的 心脏砰砰砰剧烈跳动 竟产生了与江川在一起都没有的一丝悸动 脸上爆热 想起路由清冷俊朗的脸 想起他在江川面前对我若有肆无的维护 我拿起手机回了句 嗯 就在我沉浸在粉红泡泡里 室友们粗拥着陆之月 边聊天边进来 李静 之月说暑假带我们 去他汤城医馆的房子玩几天 你去不去 李静爸爸是孝董 说不定在汤城医馆也有房子 我挑了挑眉 回到 没有 那套房子已经找好了买家 只等约定好时间签合同 汤城医馆的房子不是那么容易买得了的 不像之月他爸是陆氏集团董事长 那是 那是汤城医馆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买得起的 孝董一年能赚几个钱 陆之月不屑道 我朝陆之月瞥了眼 孝董能赚几个钱 他怕是不知道孝董什么身份吧 李静也很棒答 爸爸是孝董 男朋友是学霸 孝草陆游也在疯狂追求他 简直是校园言情小说女主本人 话音刚落 陆之月疼得起身 死死瞪着我假孝道 到时候江川也会去 你不会不敢来吧 汤城医馆A洞1502 可别走错了路哦 暑假的时候 宝言名额已然公布 江川就不用虚于尾夷 到时候当场提分手 不信理进步崩溃 也算出出他这三年 暗度陈仓的委屈 我看着面前目光挑衅的陆之月 不禁冷笑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A洞1502是我的房子 我回自己的房子 有什么不敢 第二天 江川带我去LV店看包 我一眼看中一款 标价5万的跨包 撒娇卖萌 完全不顾他的脸色漆黑 我以前是多么的懂事 最是守不得花他的钱 周目睽睽之下 他只得拿出银行卡去付款 在他背后 我提着包笑得畅快淋漓 我知道他把我送的东西 卖了不少钱 纵然给陆之月花了许多 也有剩余 在我面前简朴可怜 不过是想我继续给他买买买 毕竟以前他屡是不爽 这个包我压登就不在乎 我只是享受 看他掏钱那颗的纠葛和折磨 这只是一盘开胃菜 我要让他把我给他花的钱 一分一毫全吐出来 接下来几天 路由追我是更加大张旗鼓 送的礼物是更加昂贵 我用绿茶的语气对江川说 川川 我爸爸是笑懂 等于花钱 我告诉他 你不为我花钱就是不爱我 不爱我 我干嘛让我爸爸给你保盐 不然你保盐后跑了怎么办 我还告诉他 我只是爱你入骨 很怕失去你 只是想要你用事实证明你爱我 你值得我为你去求我爸爸 于是江川给我买了衣服裙子 鞋子 还带我吃了顿大餐 当然都是我选的 因为我说 我要是穿着你买的衣服鞋子 去求我爸爸 我爸爸看你对我这么好 说不定都不用我开口 所有加起来大概十万吧 我觉得不贵 毕竟我开杯香槟也是这个价钱 不过 我看见他付钱的手抖得跟帕金森一样 咬后槽牙的声音江西都能听到 江川在微信上问了好多次保盐名额的事 但我是谁 我是甄嬛状狂热粉丝 宫斗实际选手 我又不是齐二哈 怎么会实名制投赌 送把饼 我次次都巧妙地周旋了过去 我发现自从你不爱这个人后 你对情商都归位了 许是江川对自己的魅力太过自信 陆志月知道他给我买东西 又缠着他闹 最近几天很少找我 我倒也舒了口气 躺在宿舍跟路由微信聊天 宿舍其他两个室友跟男朋友约会去了 陆志月可能大概在江川怀里 我独享这一方静腻的空间 我要砰的一声 陆志月甩门进来 李静 你别得意 赶紧把江川最近给你花的钱给我吐出来 他一把扯开我半张的床帘 死死地瞪着我 我男朋友心甘情愿给我花的 凭什么给你吐 我豪一整霞地看着他 嘴角勾起的嘲讽 足以让他生怒 不凭什么 李静 我怎么没有看出来你这么不要脸啊 哄骗的江川一下子为你花十几万 那是十几万啊 江川家境不好 你怎么忍心 今天你必须给我吐出来 我的东西拿多了 就当成了自己的了是吗 那你把这三年江川给你花的吐出来啊 你不会不知道那些都是江川拿我的钱买的吧 我轻斥出声 意料之内看到他变了脸色 你知道 他不可置信 而后仰起头得意地说 那又怎样 那是江川心甘情愿给我花的 是你蠢 江川根本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不过是利用你保言罢了 江川说你默默懦弱 跟他根本没有共同语言 而我跟他兴趣相投 早就应该在一起 江川根本就不喜欢你 是你舔着个脸跟他在一起 哦 知三当三 还很光荣是吧 你说的那些有什么用 你有证据吗 谁知道 我劝你赶紧把钱还回来 不然我就在学校论坛发帖子 控诉你拜金女骗人钱财 陆之月一脸得意地威胁道 手机里传来一句 我们知道 哦 正跟陆游打电话 陆之月突然闯进来忘了挂断 并还不小心开启了录音功能 恰好陆游室友都在 又恰好陆游开了面题 这下大家都知道了 真尴尬呀 保言名额公布前一天 A大问谈上一段录音火了 标题是保言风波 凤凰男软饭硬吃 心机女之三当三 渣男贱女天生异对 而且评论区一个匿名号 还将陆游翻译出字幕挂在手评 江川陆之月两个名字 加大家醋标红特别显艳 评论区彻底炸开了锅 天呐 学霸江川竟然是软饭男 还这么不要脸 这女的知三当三 还说得这么理智气壮 真是火酒见 凤凰台上凤凰男 学霸竟是软饭男 这女的不知道什么本事 竟能让江川连校等女儿都敢得罪 江川这下是保言无望咯 这种低劣品行的人 哪个学校敢要 让他火 让他火 兄弟们我发微博抖音了 来给我撑下热度 让个大名校都来看看学霸的本事 看看敢不敢收 哦 求一双没有听过录音的耳朵 这女的理智气壮的样子 真是刷新了我的三观 一夜之间 江川 陆之月 风头无两 几乎是人人眼神讥讽 指指点点 据说江川气得甩了陆之月一巴掌 两人大吵了一架 事后陆之月保证说 让他进陆市集团当总经理 两人又和好录出了 而我的电话几乎被江川打爆 索性我换了电话卡 微信也拉黑删除一条龙服务 宿舍行李一收 住回家里远离了是非之地 见样气得我一脚踹了过去 暑假如期而至 在路由的软磨硬泡之下 他从追求者正式转正成男朋友 闺蜜知道后连说 磕到了 磕到了 我们两家门当互对 他爸和我爸是商业合作伙伴 他妈和我妈 经常在同一家美容院碰见 一来二去也成了美容胶 我爸妈对他很满意 一个劲的夸 对他比对我还好 一直说我高攀了 这天两家照例聚个餐 我接到汤城医馆装修师傅的电话 问我在不在 房子装修两年 需要上门检修 我顺势对装修师傅回 出去旅游了 我给物业打个招呼 你直接上门检修吧 当晚 路由收到陆之月party邀请通知 为啥没有邀请我 大概是两人怕见到我 修费欲死吧 康城医馆A动1502 身为房主 如果需要邀请函才能进去 我才是真的要修费欲死呢 输入密码一推开门 映入眼帘的是这一幕 陆之月穿着一身 漂亮性感的漏肩晚礼服 那还是去年 我在生日宴会所穿的礼服 是老爸专门请知名设计师 给我私人定制的 全世界只此一件 用料及其考究 价格昂贵 从楼梯缓缓而下 他穿了 我是不可能再要了 三百万呢 他可真是把自己当这的主人了 拿得这样顺手 谢谢大家来祝福我和月月 今天我就要 向我爱了三年 疼了三年的女孩求婚 江川穿着一身西装 出现在楼梯下 伸手缓缓将陆之月牵下来 树药没皮必死无疑 人要没脸天下无敌 听着台词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 多么美好的爱情呢 这谁不知道 这俩是阴沟里老鼠一样的偷情 江川单膝跪下 捧起一束玫瑰 双目凝视 前程问道 月月你愿意嫁给我吗 若之月玩耳一笑 笑中带泪 激动的连连点头 我愿意 话音刚落 江川室友放弃里花蛋 撒起玫瑰 欢呼起来 其他人也是礼貌鼓掌 我和路由站在角落里 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地上一片狼藉 冰箱里的水果甜点随意取用 香槟红酒开的到处都是 最要命的是 那套真体沙发 上面染了一块红酒渍 二百万啊 李静 你怎么在这里 你竟然有胆出现 路之月眼间发现了我 提起裙子做事 就要打我 路由立马上前挡在我前面 一脸警惕地看着他 这是我家 怎么不可以在这 倒是你们 你们怎么在这 我挑了挑眉 一脸嬉笑 怎么可能 路之月说这是他的房子 其他人神色各异 一脸不可置信 静静 这真是你的房子 江川连忙询问 他知道我是不会撒谎的 我瞥了他一眼 懒得搭理他 啊 抢了我男朋友 连我的房子也要抢去吗 这不是我家 我怎么进来的 我牵着路由的手 静止走到沙发上坐下 一脸嘲讽地说道 我继续道 我已经报警了 你们非法侵占他人房屋 还损坏物件 路之月你身上那件碗礼服 是在楼上衣帽间拿的吧 你穿了我可不要的 要三百万呢 还有你们开的那些香槟红酒 都是珍藏品 还有这沙发染红酒字了 要二百万呢 回头我会找人 整理好发票清单给你 又道 堂堂路氏集团大小姐 不会这点钱都赔不起吧 哦 我忘了告诉你 路由才是路氏集团董事长儿子 可是他没有妹妹啊 你又从事哪个 鸡脚嘎拉出来的 一瞬间 整个房间安静的可怕 路之月看着一世狼藉 整个人呆住了 江川首先反应过来 他上去就给路之月一巴掌 贱人 你不是路氏集团董事长的女儿 你骗我 路之月被这一巴掌 打得晕头转向 他捂着脸不可置信的 看着江川 你又打我 江川 我告诉你 今天你也有份 你也要赔钱 一听到钱 江川怒目人争又冲上去 一脚将路之月踹翻在地 你还敢跟我提钱 你三天花我多少钱啊 要不是你骗我 我能和李静闹到 现在这个地步吗 都是你 都是你这个贱人 毁了我的人生 毁了我的宝言 而后他回过神来 立马转过头来看着我 静静 我知道错了 原谅我好不好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我以后会加倍补偿你 回到我身边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不禁笑出声来 重新开始 我是要重新开始 但绝对不适合他 江川 你觉得可能吗 在你眼里 我李静就这么纯 会一而再 再而三被你骗 我没有 我没有骗你 我这次是真的 都是 都是这个女人 她勾引我 都是她勾引我 她吸气的眼光 一顺不顺的盯着我 开口恳求道 真的不可能了吗 我笑着摇摇头 人是不可能在同一个坑里 跌倒两次的 看到我坚决坦然的神情 她知道她再也没有希望了 凶狠的目光 一扫陆之月 都是这个女人 她猛地伸出手 狠狠拽着陆之月的头发 噼里啪啦 连打十几个巴掌 陆之月不甘被打 对着江川张牙舞爪 又咬又挠 两人竟刚着众人面 扭打了起来 一场闹剧到警察上门来 才结束 陆之月和江川 因非法侵占他人房屋 又损坏他人财物 被警察带走 其他人因为是被邀而来 而李静又开口放过的情况下 警察只给了一个口头警告 但他们也不住地 唾骂陆之月和江川 毕竟因为他俩他们 差点吃上官司 第二天 校园论坛上 陆之月和江川的丑闻满天飞 还有人贴了昨天现场照片 并晦生晦色 讲了全过程 警察也查明 陆之月是我两年前 装修师傅的女儿 因为他们看中了江川上进优秀 觉得她将来一定前途无限 所以撬了我的墙角 陆之月又看出江川的本性 怕留不住 所以撒谎说 自己是陆氏集团董事长的女儿 撒谎撒多了 总被冤谎 于是主意打到我房子上 当初装修的时候 我曾对师傅说过 房子暂时不住 四年后拿来送人 而且为了装修方便 还给师傅留了指纹密码 一直往山 过让陆家父女俩钻了空子 但陆之月万万没想到 那会是我的房子 所以说 有些事情 它不一定是因人忌讳 那就是上天有眼 江川和陆之月 因两次丑闻风波 又涉及刑事案件 被A大开除 陆之月入室偷穿偷拿 涉及金额庞大算刑事案件 本来没江川什么事 但陆之月攀扯说 是两人共同作案 两人同时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狗急了也会跳墙 江川当场跳起来 咬掉陆之月一只耳朵 曾经柔情蜜意的两人 一招成了敌对 那些甜蜜时光里的记忆 不知会不会再回味 探刑那天我去了 陆之月像疯了一样 要冲上来 面目争鸣 私生怒吼 都是你 你这个贱人 你毁了我的一切 凭什么所有好的都是你的 凭什么你爸爸是孝董 而我爸爸就是装修工人 凭什么你是江川的女朋友 而我只能背地里跟他在一起 这根本就不公平 他披头散发 头部用纱布包扎住 进出点点血字 目自欲裂 双目赤红 形态疯狂 当真是狼狈不堪 我冷漠地看着他 眼里无一丝怜悯 没有回答他一句 即便说再多 他也是不懂得 后来有一天 我和陆游一起去看了江川 他还是老样子 一表人才 斯文模样 但浑身已经没有了 当初那种蓬勃向上的朝气 也没有了无往而不利的精明 他见了我们 止不住的一阵苦笑 我这一生算是毁了 是我就游自取 我以前总得意 我能在你们之间游刃有余 余取余求 原来我才是那个蠢蛋 错把余目当珍珠 李静 我当初那么对你 你 你为什么还那么喜欢我 我没有回答 有些答案已经不重要了 我只是想起 初见江川那个下午 阳光刚好 阳光照耀在他身上 温暖了他弯弯的眉眼 人生若只如初见 和是秋风悲化善 汤城仪管那套房子卖了 我搬回了家住 没住几天 爸妈吹胡子瞪眼 嫌弃我这嫌弃我那把我赶了出来 好像之前叫我乖保红我回家的人 不是他们一样 哈哈 这叫远香尽臭 陆游一边摆放碗筷 一边笑话我 他在学校附近买了栋别墅 被赶出来后 他意气绝尘的把我捡回了家 亲生女儿也抛弃 没任性 你做菜真好吃 没有想到陆游这样的偏偏公子哥 也烧的一手好菜 看你吃的 一嘴的油 正享受美食 触不及防陆游伸手为我擦嘴 他的脸近在咫尺 他的眼眸清冷深沉 越靠越近 几乎可以窥见他清俊的喉解 和性感的锁骨 我厌了厌口水 我觉得自己有点忍不住 时色性也 嗷屋一声就咬了上去 和陆游谈恋爱后 我才意识到以前谈的不是恋爱 是寂寞 这才是正常恋爱 陆游不允许我给他花钱 他说自己的女朋友自己养 用女生的钱丢脸 他会做饭会做家务 七夕情人节元 但各种节日 都会给我满满的仪式感 出去工作 会随时随地汇报自己的行踪 允许我看他手机 给我满满的安全感 我给他打电话 随时随地接 对朋友亲人都公开我们的关系 甚至聚餐都会带我一起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去看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去看了山河盛景 去看了人间烟火 我们一起走过沙漠 领略了长河落日园 大漠孤烟值 一起爬过雪山 见识了矮矮引雪山风变 狭尔文明一渲染 我们把对方融入生活 又把生活过成烟火 至此全文完安 感谢观看